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我是一名大学女教师,相亲屡屡受挫,大龄未婚,甚至还遭人嫌弃生育问题 后来,我迷上了一位在学校工作的建筑工人,与他度过了一个狂热而充满激情的夜晚,仿佛重新找回了青春 然而,正当我苦恼于如何让父母接受我们的关系时,却在新闻中看到地产大佬的独生子归来,而他的样貌竟和他一模一样 直到真相的那一刻,我愣住了,这个故事没有结局,注定要困扰我一生 抱歉,我觉得我们性格不合,还是做朋友吧 这是我第三十次相亲失败,我甚至不用去猜测对方的评价 穿着保守,不会打扮,性格古板,所有贴在高知女性身上的刻板标签,我几乎全重 我皱了皱眉,指尖轻动,果断地删掉了这次相亲对象的联系方式 时间紧迫,眼看要迟到上课了 我收起手机,急匆匆地走过泥硬的道路 最近学校得到了一位富豪的捐赠 新建大楼刚刚打好地基 尘土飞扬 我小心翼翼地捂住口鼻快速穿过 但不慎踩空 身边人群嘻嚷多是民工 我闭上眼 以做好迎接嘲笑的准备 但就在即将跌落的一瞬间 一双有力的臂膀拖住了我 他身材高大 结实地手臂缓住我的腰 淡淡地捍卫并不令人反感 与我心中对工人的粗糙形象有很大不同 他低声道 没事吧 我心跳加快 惊魂未定地直起身 才意识到自己正被他紧紧搂在怀里 活到现在 我从未与任何男人如此接近过 脸颊微红 连话也结结巴巴地说 没 没事 谢谢 随后 我慌忙低头挥开他的手臂 指尖触碰到他粗糙但极富弹性的肌肉线条 内心一阵紊乱 我开始刻意绕路 只为避开那片工地 不愿再与他相遇 但命运似乎开了一个玩笑 不出几日 我又看见了他 他穿着布满灰尘的外套和喜旧的牛仔裤 袖子挽到手肘 一边听着主任交代任务 一边专注地注视着墙上的裂缝 这座旧楼年久失修 学校趁着新建大楼的机会计划刷新墙面 他低声回道 没问题 我叫几个人来 三五天就能搞定 他的嗓音低沉沙哑 莫名让我浑身发热 双腿一阵酥软 他的五官深邃 双眼锐利如鹰 身上散发着一股赤裂而粗犷的气息 我感到不知所措 急忙回到办公室 同事们正端着水杯 抱怨民工们在眼前晃来晃去 弄脏地面 吵闹不堪 我默默坐下 却无法将那个身影 从脑海中挥去 他回头看我时的目光 仿佛点燃了心底的火焰 午休时 办公室静得出奇 我平日睡眠很好 但今天却口干舌燥 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短暂的小气后 醒来只觉头脑昏沉 我柔着眼走向洗手间 刚推开门就听到流水声 抬头便见他站在便池前 侧身对我 目光不由自主地向下 我猛地瞪大双眼 他神色淡定地整理衣物 走过来说 看够了吗 我浑身发抖 但不是因为害怕 抱歉 我走错了 以为是女洗手间 他步步逼近 我慌张地后退 直到背靠在墙上 整个人无路可退 心跳如肋骨 我攥紧手中的纸巾 低声道 你别过来 他只是冷淡地瞥了一眼 从我肩上方拿了几张擦手指 就在我松一口气时 他轻笑着说 扣子崩开了 我低头一看 白衬衫皱巴巴的 胸前的扣子竟然松开了 我瞬间羞红 捂住胸口 气急败坏地说 流氓 他挑眉道 好心提醒你 还被骂 那我是不是得做点什么 名副其实 我将在原地 瞪着他不语 午休的铃声响起 外面传来脚步声 狭窄的空间里 他的身影将我完全笼罩 惊慌中 我竟下意识地将他推入隔间 而此时 外面的洗手间门被推开 我的心跳几乎停滞 幸好他们没有察觉到隔间里的异常 很快便离开了 我全身冷汗层层 颤抖着手 正准备开门 身后却伸出一只手 稳稳地按住了门板 背后的身体散发着炽热的温度 我被困在狭小的空间中 呼吸之间都是属于他的气息 我敏锐地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 而更羞愧的是 我也意识到自己正心跳加速 手脚发软 这里是学校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不能 话音未落 他在我耳边轻笑了一声 低声回应 你的意思是 换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脸上瞬间烧红 耳朵也滚烫 他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耳阔上 带着些许挑衅的笑意 不过 即使在别的地方 也不行 下次可别乱看 说完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头 打开门 低声笑道 刚才的你 像要把我生吞活泼似的 他走了 我的腿像灌了签一样沉重 偷偷跑进女洗手间 关上门坐在马桶上 捂着脸低声乌液 怎么办 我是不是压抑太久 变得有些变态了 从那天起 我每天都能遇见陆浩 这个让我心绪翻涌的名工 偶尔听见工友喊他的名字 才知道他的全名叫陆浩 天气越来越热 他和其他工友常常站在梯子上 只穿着单薄的无袖背心和长裤 手持滚筒刷墙 随着他的动作 肌肉线条起伏不定 汗水滑过健壮的胸膛 偶尔抬起衣摆擦汗 露出分明的腹肌和性感的人鱼线 令我心跳加快 身边的女同事们渐渐不再抱怨 尤其未刺鼻 反而满眼含笑地路过 眼中尽是掩不住的好奇和欣赏 办公室里 几位同事正聚在一起闲聊 宋老师 你注意到那个民工了吗? 怎么看都不像普通的工人 倒像是男模 有人打趣地说道 比起那些瘦得只剩排骨的男模 他结实多了 你最近还在相亲吗? 我抬头推了推鼻梁上的黑矿眼镜 淡淡一笑 避而不答 他们笑闹着说 宋老师一直是高冷清新寡欲的代表 哪里会对这些感兴趣? 背地里 我知道他们说我是老厨女 因为我生活简单 家与学校两点一线 无兴趣爱好 但这些闲话我并不在意 若非父母不断逼婚 我连相亲都不愿娶 陆昊对我可能毫无兴趣 他身边的女同事各个打扮靓丽 性格各异 有的妖娆 有的开朗 远比我更有吸引力 偶尔听见他们开玩笑 换个操汉子 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我心里泛起一丝酸涩 却只能默默转身 老楼的粉刷很快结束 陆昊消失在了我的事业中 我松了一口气 却又感到莫名失落 有同事笑着炫耀 我加了陆昊的微信 约他出去喝酒 发现他私下品味很好 和那些民工完全不同 另一人笑着附和 急什么 先熟悉了再说 别一开始就搞得太尴尬 我一边听着 一边低头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与矛盾 明明他只是一个建筑工人 无论身份背景都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但我竟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为了分散注意力 我埋头研究新课题 往往在夜深人静时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我的小房子离学校不远 不行不过十分钟 小区虽旧 晚上却偶尔能听见喝醉的人在街上吵闹 那天夜里 我背着电脑包匆匆走着 听见远处传来嘈杂的醉鬼声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隐隐间 我察觉到身后有脚步声逐渐逼近 心中警铃大作 浑身寒毛直立 我咬牙转身 将电脑包用力甩过去 别怕 是我 熟悉的声音传来 电脑包被稳稳接住 对方大步向我走来 我反射性地尖叫挣扎 直到他按住我的肩膀低声道 宋青词 是我 陆浩 熟悉的气息笼罩而来 我双手攥紧他的衣袖 声音带着颤抖 吓死我了 他嘴角微扬 这么胆小 还敢一个人这么晚回家 陆浩皱着眉看我 眼里闪过一丝不解 我心里不禁犯起委屈 这么晚还要回家的人是我 可原因不正是因为他吗 凭什么他还来指责我 他低声问 哭什么 我长得这么吓人吗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伸手替我擦去眼角的泪痕 走吧 我送你到家门口 再回去 我没有动 已在他怀里 感到一阵倦意和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 怎么了 赖着不想走了 他挑了挑眉 带着一丝细血 我脸顿时烧得通红 低声说 我脚扭了 陆浩闻言 微微敏唇 转过身蹲下 上来 我背你 我有些犹豫 轻声推辞 不用了吧 他催促道 快点 我只得小心翼翼地趴上去 他的肩膀宽阔而有力 让人意外地感到安心 可惜他并不算绅士 手掌直接按在了我的臀上 我红着脸小声抱怨 你别乱碰 他反问道 到底是谁乱动 我心虚地将手从他胸膛上挪开 乖乖地搂住他的脖子 一路上 陆浩稳稳地背着我出了电梯 脚步轻快 我则从包里摸出钥匙准备开门 动作间 难免与他的身体有所触碰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暧昧 我低头掩饰自己的慌乱 只觉得脑袋昏沉 连是非对错都分不清了 进门后 他小心翼翼地将我放在沙发上 问医药箱放在哪里 我指了指电视柜下方 他站起身时 目光扫过茶几上一个未拆的包裹 是我前几天买的东西 拆封了但还没用 他微微挑眉 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 故意问 这是什么 我勉强硬称道 成年人用的东西 有什么不可以 他勾唇一笑 目光中带着细血 既然都是成年人 要不要体验一下真人版的效果 会不会更好 他轻松自如地说着 仿佛这些话对他而言再平常不过 理智告诉我应该立刻拒绝 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只顾眼前快感的人 更何况我和陆浩是两个世界的人 根本没有未来 但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情感和渴望却似乎在撕裂我 蠢蠢欲动地想要打破这一切禁锢 看我沉默 他也没有继续逗弄 只是默默地打开医药箱 拿出药膏 开始细心地帮我揉捏脚踝 他的手掌炙热 触感直接而充满力量 让我本能地想要缩回脚 很痛 我忍不住皱眉喊出声 他却不容我退缩 手上用力按住 忍一下 不然明天你走不了路 他甘息跪在我面前 专注地按摩我的脚踝 动作间让我踩在他的膝盖上 这一幕显得极其亲密 我心跳加速 盯着他结实的手臂和低头的模样 心中乱成一团 客厅里一片安静 连我咽口水的声音都显得格外清晰 陆浩抬起头 嘴角含笑 眼中带着一丝暧昧 按摩的动作渐渐变得缓慢而温柔 他慢慢靠近我 眼中的炽热几乎要将我吞噬 为什么躲我 他的声音低沉 我下意识地否认 我没有 他不说话 目光直直地盯着我 手掌沿着小腿缓缓上移 停在我的膝盖处 轻轻地落下一吻 仿佛点燃了我全身的火焰 我浑身发烫 手脚无措 你 你该走了 我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试图抽回脚 却被他轻轻握住 他闭了闭眼 似乎在克制什么 随后缓缓松开手 你房间在哪儿? 他问道 不用了 我试图拒绝 他却不容置疑地问 在哪儿? 我指了指卧室方向 一直以来 我的卧室是我的私人领地 从未有任何异性踏足 即便是家人 也从不进入我的房间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他进入的不仅是我的房间 更是我的内心世界 毫不留情地闯入 占据了一切 那一晚 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 陆昊拿着茶几上的物品 一个个地问我怎么用 我摇头 他便耐心地教我 最终 他彻底掌控了我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 无法与他抗衡 他太过强势 入梦都不讲道理 醒来后 我下定决心 唯一能自救的办法 就是远离他 陆昊显然不打算 让我有任何远离的机会 第二天早晨 当我醒来时 就看到他穿着围裙 站在灶台前 背影高大挺拔 正低头专注地 搅拌着一锅热腾腾的白粥 空气中 弥漫着令人食欲大开的香味 昨晚梦中那个 让我无法平静的身影 竟如此真实地 与眼前的情景重叠 我心里一阵慌乱 就像是秘密被人窥探了个彻底 陆昊听见动静 转过身来 平静地看着我 醒了 快去刷牙洗脸吧 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照做了 走出挤步后 猛地停下脚步 回头质问他 你怎么有我家的钥匙 他语气理直气壮 不是放在门口备用的吗 我就拿了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但你不该随便拿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可我已经拿了 你能怎么办 我顿时语色 深刻意识到自己的无力和双标 过去的相亲经历大多以失败告终 很多人嫌我难相处 不懂风情 我心里清楚 单身至今 有一半原因在我自己 有人临时邀我吃饭 我会觉得太随意 没给我准备时间 提前安排好的 我又觉得不合时宜 万一我有事怎么办 若是问我意见 我会嫌他们没主见 一旦所有细节都安排妥当 我又觉得对方独断专行 压根不尊重我 这种种矛盾 让我一次次错过 但陆浩却不按常理出牌 精准地抓住了我的软肋 若换作其他男人 擅自进入我的家 我早就报警了 可面对陆浩 我却心生复杂 他的野性与直接 仿佛一股无形的磁场 牢牢吸引着我 我暗自思索 或许是从小受到太多规矩的束缚 所以才对这样不拘一格的人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 然而 看着他忙碌的身影 我又不得不承认 自己可能只是被他的外表迷住了 陆浩在我家待了一整天 屋子里里外外被他打理得一尘不染 所有物品的位置都按照我的习惯摆放 甚至做的饭菜也正好符合我的口味 我心里既惊讶又不安 不知道他是如何得知这些的 我没有问 心中有一种预感 一旦开口 可能就再也无法回头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 我心不在焉地摊在沙发上看电视 陆浩坐在我腿边 我稍微动一动就能触碰到他的膝盖 他没有提离开 但夜已经深了 我犹豫不决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总归不妥 开口赶他走 又显得冷漠 纠结了许久 我借口道 我要去洗澡了 按理说 他应该知趣地离开 但他只是抬眸淡淡地说 那我去放水吧 你腿脚不便 今天泡个澡更好 我咬着唇 休脑地想着 陆浩实在太厚脸皮了 明知我的暗示 偏要装作无辜 等他放好水出来 还特意问 需要帮忙吗 我气得几乎说不出话 帮忙 怎么帮 我和他之间 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 而他却堂而皇之地 踏入我的私人领地 步步紧低 洗澡水温正好 我缩在浴缸里 心中忐忑 浴室的门锁坏了 因为独居 我向来不在意 可此刻 我却有种无法言喻的紧张感 如果陆浩真的起了念头 这扇门根本挡不住他 我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理智上我明白 我应该拒绝 可内心深处 竟有一丝隐秘的期待 我羞愧地闭上眼睛 不敢细想自己这复杂的情绪 直到我穿好睡衣走出浴室 那扇门始终没有被推开 我松了口气 又觉得一丝失落 屋内静悄悄的 我以为他已经走了 正准备进卧室 忽然听到阳台传来声音 走过去一看 陆浩正弯腰在水槽前搓洗衣物 竟是我刚换下的衣服 我惊恶地看着他 而他手中拿着的 正是我最私密的衣物 陆浩 我羞愤交加 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 快放下 他抬头 语气平静 放心 我轻手轻脚 不会洗坏 他慢条丝里地接着洗 指尖甚至轻轻掠过那布料 我怒火中烧 固步地脚伤 快步冲过去 想夺回衣物 他反应迅速 一把将我抱起 皱着没训斥 你这样跑 腿不痛了 我在他怀里挣扎 慌乱中碰到了他的某个地方 陆浩倒吸一口气 手上的力气猛地加重 几乎让我无法呼吸 别乱动 陆浩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令我顿时僵住了身体 不敢再挣扎 他抱着我走进卧室 将我轻轻放在床上 转身便大步走向洗手间 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呆坐在床檐上 心跳剧烈地仿佛要从胸口蹦出来 整个人如置身梦中 无法平静 过了许久 陆浩才从洗手间出来 头发湿漉漉地滴着水 冰冷的水气环绕着他 腰间只围着一条浴巾 我想要移开目光 假装不在意 但眼睛却像被钉住了一般 无法移开 他一步步朝我走来 水滴顺着发梢滑落 打在我的脸颊上 带来一阵凉意 他低下头 拉起我的手 放在他的腹肌上 不是想摸很久了吗 随你摸 我心跳如雷骨 指尖触碰到紧湿的肌肉 滚烫而坚硬 我脸红得几乎滴血 低声反驳 谁说我要摸的 是你自己要 他唇角微扬 眸中透着几分细血和危险 那晚我摸索着陆浩的身体 每一寸肌肤 每一道纹理都让人着迷 他一开始温顺如水 任由我胡闹 忍耐得连青筋都凸起 却不曾说一个不字 直到我筋疲力尽 他才反客为主 低声在我耳边说道 现在该给我奖励了 我问他想要什么奖励 他没有回答 只是用行动表达了他的需求 他的动作温柔却又强势 一遍遍换着我的名字 声音中带着一丝浅犬与热烈 他低声说道 我的名字与我极其相配 就像精致的瓷器一般 让人爱不释手 此日醒来时 陆浩已经不在 厨房里还留着他准备的早餐 依然温热着 我看着自己泛红的手掌 心里有些不自在地擦了擦衣摆 仿佛还能感觉到昨晚的温度 经过几天的休养 我的脚踝已经几乎痊愈 今天还有课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 便匆匆出门 刚到校门口 便遇到同事打招呼 他笑着说 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护肤 皮肤好得像包了壳的鸡蛋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脸 笑了笑 没有特别的护肤 他嘖嘖感叹 真让人羡慕啊 哪像我 熬夜太多 脸上全是痘 另一个同事开玩笑 不是熬夜多了吧 怕是缺点男人的滋润 同事们笑闹着 我却笑不出来 前几日 他们调侃我和民工有进展时 我或许还会心动 如今想起路号 我只觉得心口发堵 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从未明说要有更深的发展 甚至没有透露过自己的来历或背景 他步步紧逼 抓住了我的软肋 可却从未真正承诺任何东西 我深知 若是抱着游戏心态和他在一起 或许也能换来几天短暂的甜蜜 可最终只会让我越陷越深 回到办公室 我打开电脑 同事笑嘻嘻地说道 刚给路号发消息了 约他晚上喝一杯 我愣了愣 不久后 手机果然收到路号的信息 说他晚上有事 不会过来 我看着屏幕 心里空落落的 我们之间 本就没有任何正式关系 他根本不必向我报备行程 第二天一早 路号又出现了 他身上带着淡淡的香水味 这味道不属于任何我认识的女性同事 进门后 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洗澡 手机随手丢在茶几上 我看了一眼 却没有任何资格查看 正发呆时 母亲打来电话 又开始谈论我的婚姻大事 他责问我 为何相亲屡屡失败 质问道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人 年纪不小了 快三十岁了 是打算再拖几年当后妈吗 我无力地反驳 妈 不是我挑 是他们没看上我 他不满地说道 就算是人家没看上你 你也别摆架子 主动点 约人家吃饭 试着亲近点 不要太死板 我静静地听着 内心疲惫又迷茫 从小到大 我一直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 规矩手里 按部就班 可到了婚姻这一步 我发现自己的固执与压抑 只让一切变得更难 以我的条件 早该找到归宿了 可如今 毕竟 我虽性格有些难以讨喜 但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工作 整体都还算体面 婚姻 有时候不外乎是利益上的契合 只要彼此之间不是水火不容 日子总还是能过下去 然而 我却在婚姻的门槛上一次次止步不前 每一次相亲都以不欢而散收场 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不是那些相亲对象有什么问题 而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挑男人的品位差劲至极 一直以来保守又死板 直到骨子里的叛逆终于迟钝地苏醒 我被一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建筑工人吸引了 他身上的野性和不羁是我永远无法拥有的 却也正是让我无法抗拒的致命吸引力 但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 我与陆浩的结局只有两种 要么只是玩一场游戏 待他玩腻后 我们各奔东西 要么 我们产生了真感情 发展到谈婚论嫁 但终究会被我的家庭发现 结果依然是分离 因此 当陆浩洗完澡走出浴室时 我主动迎上前去 我知道这或许会让我后悔 冲动是短暂的 然而 我的人生路还很长 未来无数次回想起来 我大概会恨不得删自己几巴掌 骂自己不知廉耻 但此刻 我只想放纵一次 陆浩的能力无庸置疑 各方面都是如此 尽管我们没有谈什么永远的承诺 他确实是一个很能让女人心动的男人 我虽是个没有多少经验的人 但在他面前 所有的理论知识都显得苍白无力 与那些书中的冰冷数据不同 陆浩带给了我完全意料之外的感官体验 醒来时 他早已离开 被窝试凉的 床头柜上放着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写有密码的便签纸 我一时愣住 心里略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这是他给我的过夜费吗? 陆浩的气质不像普通的工人 他的收入应该也不错 出手阔绰 似乎并不意外 我觉得有些好笑 笑得不是他 而是自己 笑自己昨晚的心态 就像一场献祭一般 手机里有他的消息 但我早已设置了免打扰 一次都没有点开 果不其然 他再也没有回来 昨晚 他咬着我的肩膀换我的名字 一次又一次 可今早 他却抽身而去 毫无留恋 我有些意外 原本以为他至少会对我有些不同 虽然我心里明白 他手里有我家的钥匙 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找人换了锁 这一次 我换成了密码锁 以防他再度闯入 我重新投入到家人安排的相亲活动中 父母一次次地叮嘱我 这次的对象很好 学历 家事 性格都无可挑剔 是理想的女婿人选 为了表现得郑重些 母亲亲自带我去做造型 黑矿眼镜被摘下 长发盘起 我很不习惯这副毫无遮掩的模样 母亲却满意地笑了 你早该这样打扮 早就嫁出去了 我回想起最初那副装扮 不正是他们要求的 说专注学业 不该浪费时间在打扮上 只要整洁大方就足够了 相亲对象对我很满意 吃饭 看话剧 聊人生观 与兴趣爱好 他表现得温文尔雅 对我充满欣赏 我却觉得别扭 相较于陆浩那种带着侵略性的直白目光 这位相亲对象的眼神过于平和 虽然分寸得当 但我心里没有一丝波动 我们接触了几次 他问我是否愿意进一步交往 内心的声音在那喊着催促我同意 毕竟年纪渐长 家里施压 我没有理由继续挑三拣四 然而 话到嘴边 却始终说不出口 他看出了我的犹豫 温和地表示 人生大事需要慎重 他愿意等我考虑清楚 再做决定 临别时 他递给我一束红玫瑰 从我们第二次见面开始 每次他都会送我花 我抱着鲜花上楼 勉强露出笑容 转身时 心中却泛起一丝空虚 就在这时 我看到陆昊坐在楼下台阶上 目光深沉地看着我 我的心猛地一紧 那一刻 我从未感到如此慌乱 我害怕陆昊会在相亲对象面前揭穿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样的话 我的生活就会彻底崩塌 然而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一言不发 目光深沉地注视着我 我僵硬地走过他的身边 假装毫不在意 心里却如同鼓锤在敲打 身后 响起车子的引擎声 相亲对象已经离开了 我按下电梯按钮 正准备松一口气 眼角却通过电梯门的反射 看到陆昊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 双手插兜 目光炙热地让我心惊胆战 他的气场压得我几乎喘不过起来 但我只能硬着头皮走进电梯 电梯里空气凝滞地让人窒息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毕竟我和陆昊之间没有任何明确的关系 他找女人 我找男人 彼此都无权干涉对方 然而 这个念头并没有让我心安 反而更加惶恐 终于 电梯到达了我的楼层 我颤抖着手用指纹解锁开门 心里只想着赶快关上门 隔绝他带来的压迫感 但我还是慢了一步 陆昊长臂一身 轻而易举地挡住了门 随后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语气带着点讥讽 换锁了 是为了防我吗 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些 你想干什么 他笑了笑 语气冷冽 我想干什么 倒是你想干什么 刚才那一幕 我可看得清清楚楚 我深吸一口气 故作镇定地回答 我只想找个合适的男人结婚 以后我们还是别来往了 他眼中闪过怒意 语气冷硬 你收了我的老婆本 转头就要找别人结婚 送清词 你还真是狠 他的声音猛然拔高 令我吓得后退了一步 心里一片混乱 对不起 我低声道 卡我会还给你 那些钱我一分没动 我送出去的东西 什么时候收回来过 陆昊冷笑一声 声音中透着危险 你要结婚可以 但只能和我结 要是敢找别人 我就废了它 我苦笑着摇头 你不可能和我结婚 他反问道 不和你结婚 我干嘛和你睡 他蹲下身 粗糙地指腹擦拭着我的眼泪 语气难得温柔 哭什么 始乱终气的人可是你 我父母不会同意的 我哽咽着说道 陆昊沉默片刻 低声问 他们要什么条件 我尽量满足 我苦笑着摇头 结婚不是吃两顿饭的事 家事 学历 工作 这些启示尽量就能达到的 他叹了口气 轻轻抱起我 将我放到沙发上坐下 他的手臂紧紧缓住我 头埋在我胸口 低声说道 让我抱一会儿 我心中五味杂沉 却也没有推开他 许久之后 他抬起头 靠在我肩膀上 轻声说道 好 现在我们谈谈结婚的事吧 我愣住了 这个话题对我们来说太过沉重 我们从未真正聊过彼此的未来 彼此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和激情 陆昊没有主动问过我任何问题 而我也以为他根本不在乎 但事实却截然不同 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从第一次见面后 他就开始打听我的情况 姓名 年龄 性格 都一清二楚 生活习惯和爱好 更是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得知 我以为他对我毫无兴趣 原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你是怎么打听的 我问他 你们校长告诉我的 他笑了笑 你和校长很熟 不熟 但我舅舅和他很熟 你舅舅是谁 就是给学校捐楼的那个 我一时间理不清其中的关系 脑子里混乱成一团 你舅舅捐楼 你去做民工 他淡淡地解释 家里做建筑生意 我爸非要我从底层做起 但其实我对建筑没兴趣 我喜欢修车 跟他约好了干一年工地 就给我开气修厂 后来我有了分红 有钱了就撂挑子不干 气得我爸住院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 但我却能想象到 其中的复杂情绪 那天你不回来 是因为这个 我妈气急了 给我打电话 哭了一晚上 我点点头 似乎明白了些许 但心中还是疑惑 那你身上的香水味 他笑了笑 大概是我妈抱我时候沾上的 陆昊眯起眼睛 目光紧紧地盯着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怀疑我出轨 我心里微微一慌 立刻否认 但随即反问 那你为什么要加我同事的联系方式 他轻笑一声 语气平静却透着认真 我总得和你的同事搞好关系吧 打听一下你的近况 这样才方便照顾你 我追问 那你还和他一起去酒吧 他挑了挑眉 并不是单独去 我去给哥们的酒吧开业捧场 正巧碰到你那位同事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心里是不是装了防盗门 陆昊忽然收起笑容 眼神锐利起来 什么都不让我看 也不说心里话 有疑问也不直接问 自己偷偷地琢磨 然后就擅自给我下定论 可你呢 背着我出去相亲 还和其他男人来往 他的话语 刺得我心里一阵不舒服 我辩解道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他冷哼一声 现实就是这么难听 他气不过 一口咬在我脸上 又气又急地说道 而且 你居然化妆了 平时在我面前你 从来不化妆 就为了那个男人打扮 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比他差 我比他高 比他强 身材比他好 还能坚持一个小时 他行吗 我羞得满脸通红 连忙捂住他的嘴 别乱说 他一把握住我的手腕 眼神带着执拗和急切 不行 今天你得给我个交代 你到底要和谁结婚 我小声嘟囔道 我根本不了解你啊 你也从来不问我什么 凭什么就说要结婚 陆浩气地在原地转了个圈 急得像炸毛的狮子 不管 我陪你吃饭 拿出了老婆本 第一次都给了你 你得对我负责 我惊恶地看着他 你说什么负责 你那么熟练 技术那么好 谁信 你是第一次 他听后明显一致 眼神里透出些许无奈和委屈 你怎么能怀疑我 他干脆 把手机塞到我手里 你可以自己查 随便问我那些哥们 能找到半点证据证明 我不清白 我就立刻自攻 我顿时无语 心里一阵哭笑不得 陆浩要是真自攻了 我的后半辈子可就没指望了 可他一副受了极大委屈的样子 说我对他的质疑已经严重伤害到了他的真结 要求我必须补偿 怎么补偿 我小声问 脸颊滚烫 他微微一笑 眼中闪过一丝脚霞 你想得美 没那么简单 说完 他翻出我们的证件 认真地说道 明天一早去民政局登记结婚 我低头一看 发现他的年龄竟比我小两岁 心里还没从姐弟恋的震惊中缓过神来 他已经将我抱起来 静止走向浴室 他的声音低沉 而带着一丝细血 既然你不信任我 今晚就得好好惩罚你 解锁新的场景 听到这话 我立刻意识到他认真的程度 试图求饶 但我很清楚 这一次我无路可退 陆浩的体力和热情 让我已经预料到了自己未来会有多煎熬 可就在他的怀抱中 我触摸到他结实的肌肉 竟忍不住笑出声来 算了吧 这样的甜蜜负担 我愿意背负一辈子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晚上十一点 我摊在沙发上昏昏欲睡 小乖 醒去床上睡 一声清冷又温柔的声音将我唤醒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看见纪怀青站在我面前 一袭剪裁得体地戴青色西装 微垂的侧脸轮廓深邃立体 眉目硬挺 我揉了揉眼睛 略带不满 你怎么才回来 公司有点事 他脱掉西装外套 松了松领带 仿佛卸下了一天的疲惫 以后不用等我 快去睡吧 我突然想起什么 迅速起身奔向厨房 随后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走出来 带上善解人意的笑容 叔叔 你赚钱辛苦了 他有些意外 你做的 我连连点头 味道他嘴边 带着期待的眼神 好喝吗 纪怀青皱着眉 扯起一丝微笑 做得很好 下次不要做了 我嘿嘿一笑 好喝你就多喝点 他放下碗 松了两颗衬衫的扣子 目光转向我 说这次要多少 我笑容一将 你这人好阴暗 我对你好 就是要钱吗 纪怀青揉了揉眉心 声音有点雅 那又闯什么祸了 我就那么爱闯祸吗 他微微抬眼扫我一眼 我瞬间心虚 是不是模拟考的成绩下来了 喝 什么都逃不过这只老狐狸的眼睛 我硬着头皮拿出成绩单 小心翼翼递给他 就是需要家长签字的 纪怀青接过 空气安静了十秒后 他声音不带有一丝温度 林芝吓到 身体不自觉地颤了一下 能不能解释一下 郑志为什么考了倒数第一 我低着头 不敢看他经常考倒数第一 那傻子请假了 以前我一直很稳定的 就这次退不了一名而已 很好 纪怀青微微一笑 我感到一阵寒意 见识不妙 我忙抱上大腿 呜呜 我错了 叔叔老公 他眉头紧锁 严肃地提醒我别乱叫 我可怜巴巴 晃着他的腿 给我签个字吗 签完我要去睡觉了 他呵呵一笑 目光扫向我 林芝夏 你怎么睡得着的 把你试卷拿过来 政治考十分 我倒要看看 你的三观能有多离谱啊 不是吧 大半夜要查我功课 真是要了亲命了 我无奈地挪动着脚步 将那张满是红叉的试卷递给他 他坐在沙发上 给我主题讲解 我注意力却渐渐飘远 偷偷打了个哈欠 眼皮开始打架 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窗帘摇曳 地上晃动着黑影 我吓得熬的一声 窜到了他身上 紧紧抱着他 叔叔有鬼 他微微一正 竟低头问我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他不安慰我 反而拿着我的试卷提问 我闭着眼 小声回物质 世界的本质是物质 而不是意识 他老夫子上身化身哲学家 雷电是最常见的一种物质现象 与鬼神无关 把意识抽象化为人以外的支配一切的实体 从而使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本末倒置 是最典型的违心主义 哇好好好 你真牛啊 说爸又问我学会了吗 学废了他可真行啊 我都坐他身上了 竟然还看得下去 我紧紧地揪着他的衬衫 手还微微地颤 可是我 我真的害怕 叔叔 我想家 我想我爸了 爸爸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余夜里去世的 他走后 我就再也没有假了 纪怀青放下手中的试卷 摸了摸我的头 轻声说道 不怕 这里就是你家 我贴在他的胸口 沉稳的心跳声传进耳朵 渐渐的恐惧感消散了不少 纪怀青 嗯 你好像我爸 甚至比我爸还爱管我 他皱着眉 有些自我怀疑 我有那么老 你知道什么叫嗲戏男友吗 他表示不解 我大着胆子 勾上了他的脖子 凑到他的耳边 Daddy 他默然一正 看着我冷声提醒小乖下去 我咬了咬唇 有点生气 质问他 你就这么不喜欢我 他喉结动了动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轻轻将我推开 站起身 你还小 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喜欢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站起身 走到他身边 从背后紧紧抱住他 我都成年了 又不是小孩子 怎么会不懂 纪邻两家的婚事 是祖父那辈就定下的 纪家有两个孙子 一个大我十岁 一个大我三岁 小时候纪爷爷总是问我选哪个 他说 哥哥长得好看 会赚钱 性格好 弟弟长得好看 什么好不好看的 我只是单纯喜欢岁数大的会疼人 爸爸骤然离世 是纪怀青从葬礼上将我接回了家 他将我照顾得很好 我很依赖他 也很喜欢他 但他整个人永远一副清冷境遇的样子 古板又无趣 面对我的嗜好和撩拨 只会冷冷提醒我去学习 清晨 纪怀青将我从美梦中寒醒 烟穴的情绪达到了巅峰 叔叔 我们结婚吧 他无情提示我结婚也得上学 我哭唧唧起床 他开车先送我去学校 我打着哈欠在他车上吃早饭 家里出事后 学校这边我请了挺长时间的假 听闻我的是课间 成非语不知从乃抱来一大束玫瑰花 突然一个华柜冲到了我面前 我整个人都懵了 他抱着花满脸通红 下下 我知道叔叔走了你很伤心 但是你还有我 从你高一入学那天 我就喜欢你了 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周围是阵阵地尖叫与起哄声 答应他 答应他 我头皮一阵阵发麻 这个现眼包在搞什么 那是哪个班的学生 在这干嘛呢 一声严厉地呵斥声响起 妈教导主任来了 围观群众坐鸟受散 悲催的是 我和陈飞宇被请到了办公室 更悲催的是 我俩被请了家长 更悲催的是 来的是纪怀青 他一身高定西装 身高腿长 在办公室格外眨眼 抱歉老师 给您添麻烦了 他很有礼貌地同班主任打了个招呼 我和陈飞宇站在墙角 像两只安纯 死死低着头 您是林之下同学的班主任 看着纪怀青问 他目光似有弱无从我身上扫过 我 是他 我硬着头皮抢先一步 老师 他是我叔叔 我低声说完 偷偷地瞄了纪怀青一眼 只见他表情依旧淡定自若 这个年龄 孩子对异性有好感很正常 但现在是高三的关键阶段 可不能因为早恋耽误了学习 今天叫二位家长来 也是希望能够多关注一下孩子 班主任笑着解释 纪怀青连连点头 程飞与他妈却按捺不住了 老说 我知道我儿子喜欢夏夏可长时间了 我也可喜欢夏夏这孩子了 我没意见 我赞成这门亲事 说着又看向纪怀青 忽然两眼放光 吓吓他 叔你也没意见吧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然而纪怀青却始终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态度 我有意见 程飞与妈妈脸上的笑容一僵 好在她是个好相处的 夏夏她说 孩子们都成年了 咱们做家长的不要这么封建 包容一点吧 抱歉 包容不了一点 纪怀青的脸色一沉 声音带着一丝寒意 林之下现在的任务是学习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班主任赶忙出来打圆场 那行既然家长们都清楚了 孩子们回去也都好好反省 早恋的危害 还是学习最重要 从学校出来后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纪怀青身后 大气都不敢出 程飞与跟他妈走在前面 说话声有点大 哎哟 儿子 夏夏还有个这么帅的叔叔呢 这样 你搞定夏夏 我搞定他叔 咱娘俩一起努力 我听得头皮发麻 纪怀青脸色越来越暗 上了车 他终于开口 林之下早恋 叫未婚夫来给你开家长会 胆子挺肥呀 我低着头小声嘟囔 我没有没有 那今天是怎么回事 他的语气有些严厉 我也不知道他会突然这样 我咬了咬嘴唇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的是你 我还没说你招摇呢 就来这么一会 就被人盯上 他沉默了片刻 你记住 现在你的首要任务是高考 其他的都别想 我还是不甘心问他 那高考完呢 我们可以谈恋爱吗 他叹了口气 声音里带着几分无奈 再说 我被他这句再说 牵动得内心雀跃 忍不住嘴角上扬 他敲了敲我的头 有些无奈 所以小朋友 能不能好好学习了 能 我保证好好学习 叔叔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两个月 我暗暗掰着手指 算着还有多少天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当然 我也开始好好学习了 经过学校那场哭笑不得的闹剧后 程飞宇竟然还没完 下下 我是认真的 他成天追在我屁股后边 没完没了 我不喜欢你 真的 那你觉得我哪不好 我改还不行吗 他丝毫没有退缩 我直言 我喜欢年纪大的 成熟的 我比你大两个月 不成熟吗 他这话一出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程飞宇 我现在有喜欢的人 他脸上闪过一丝失落 但又很快恢复了坚定 他是谁 我要和他公平竞争 我 对了 下下 你现在是住你叔叔家吗 我点点头 他欲言又止 那个 您能不能把你叔叔手机号码给我呀 我妈还挺喜欢他的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程飞宇 我叔叔才二十八岁 你妈都多大了呀 你开什么玩笑 程飞宇尴尬挠了挠头 十岁确实差点有点大哈 不过我妈说他就喜欢年纪小的 我简直哭笑不得 不过一想 我和纪怀青不也是差十岁吗 我自言自语 好像十岁差的也不是特别大吧 是吧 所以 你是同意你叔叔和我妈妈在一起吗 下下他开心地像个傻子 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滚 挤怀青来接我放学 他说晚上有事 让我自己在家等他 我不要 我要跟你一起 他有些无奈 自己乖乖在家 那不是你一个学生去的地方 我一听遍警铃大作 什么地方 为什么我不能去 你是不是要去找女人 他文言 眉宇间闪过一丝无奈 你小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 只是个商业晚宴 那种场合并不适合你 我撇嘴不满地抗议 可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吗 叔叔 你带我去吗 我不想自己在家 我保证不给你捣乱 他轻叹一声 终是无奈 带我走了 到达现场 我才知道 他为何说不适合我了 灯光璀璨 人影绰绰 人人都穿着正装或碗里 只有我穿着校服 背着书包 像只误入繁华的小土狗哟 纪总 这是谁家小孩呀 有人打去 我紧紧抓着纪怀青的衣角 他低头看了我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温柔与宠溺 我家的哟 纪老板什么时候 有个这么大的女儿了 嗨 你们不知道 这可是咱纪哥的小未婚妻 我这孩子都快打酱油了 人纪总老婆还未成年 哟 原来纪哥好这一口啊 周围人的调笑声此起彼伏 让我脸颊发烫 什么未成年 我这个月刚过完十八岁生日 他扳其脸 冷声提醒他们 别乱说 纪怀青拉着我走到一旁 找了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 作业拿出来 在这写真是在哪都逃不过学习 他则转身去和几个商业伙伴交谈 我埋头刷着模拟题 无聊之际环顾四周 公愁交错间 男男女女谈笑风生 目光还是不由被纪怀青所吸引 他站在人群中格外显眼 一袭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 身姿挺拔 举手投足间 尽显成熟魅力 愣神的瞬间 他一个侧头 视线与他撞了满怀 他向我走来 看了看我的作业 写完了吗 我乖乖回快了 他满意点头 又问我想吃什么吗 我 冰激凌行吗 他微微皱眉 太凉了 马上生理期了 我瞬间垮下脸哦 他健壮 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只能吃一小杯 当作你认真完成作业的奖励 我兴奋点头 他为我挑了一个小巧精致的冰激凌 递到我手中 我开心又满足 他抬手轻轻揉了揉我的头 再等我一会 马上结束 嗯嗯嗯 我点头如捣蒜 作业写完 我起身上了个卫生间 没想到刚一出门 就听到休息区角落的交谈声 我定睛一瞧 一群名媛正在那区区人 仔细一听 主角竟是我自己 没想到纪怀青还真的有未婚妻 长得那么普 要胸没胸 要屁股没屁股的 也不知道纪怀青看上了他什么 也是 听说还是个孤儿 家里也没什么能帮衬的 纪怀青可是继承人 怎么会娶他呢 说着又问其中一人 哀心 听说肖家要和纪家联姻 我看你们才是绝配 相识这么多年 又郎才女貌 门当户对的那个女的 听说是纪老爷子做主的娃娃亲 纪怀青怎么会喜欢他呀 跟个小学生似的 几人无嘴 笑得一脸嫌弃 而那位肖心更是高高在上 冷哼一声 看着像小学生 可是小小年纪就知道勾引男人 我站在原地 一股怒火在胸腔翻腾 真是生活索然无味 蛤蟆扁平 人类挤人脸色齐变 这是哪里来的小学生啊 哦 原来是倒贴倒计家的那个 不过我们倒挺羡慕妹妹的 年纪轻轻 就这么有本事 我呵呵一笑 目光扫过在场几个人 我倒也挺羡慕姐姐们的 虽然不年轻了 但皮肤保养的倒是挺厚的 你什么意思 我假装意外 当然是字面意思 中国话都听不懂 哎 有空还是让叔叔阿姨再生一个吧 几人被我气得咬牙切齿 我爽了 懒得搭理这群人 抬脚要走 没想到那个潇心突然伸腿伴了我一脚 我一个没站稳 膝盖磕在了地上 哎呦 倒不用行这么大的礼 周遭一片怯笑 妈的 这我能忍 我直接一个过肩 摔给他重重摔在了地上 从小我就上各种兴趣班 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散打 萧欣没反应过来 吓得嗷嗷直叫 啊呀你你你 吵得我耳膜疼 闭嘴 我指着他大声呵斥 萧欣完全傻了 过了几秒 他好像看到救星班 怀青哥哥 你终于来了 他看着迎面走来的季怀青 哭得梨花待雨 挣扎着就要往他怀里 扑 这我能干 我先他一步抱上了季怀青 委屈巴巴 吴叔叔 你可来了 这个阿姨他打我 他怎么这么坏 我膝盖都轻了 疼死了 萧欣躺在地上 一脸不可置信 你你你 他挣扎着想要起身 吓得往后退 很不小心地踩到了他华丽的礼服 叔叔 我好怕 你看他还要打我 萧欣气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我 我没 怀青哥哥 你要给我主持公道 既怀青脸色一沉 目光冷冽扫过萧欣 没记错的话 我与萧女士只不过做过几年同窗 父辈之间有些生意往来 你姓萧 我姓季 萧女士这声哥哥从哪论起 我们很熟吗 萧欣被他这一眼看得心头一颤 眼眶里的泪水更加汹涌 却不敢再放肆 我 我只是 只是什么 他知无着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纪怀青话风一转 又道 还有 我今天不是来主持公道的 而是来给我家小孩撑腰的 道歉 纪怀青简洁明了地吐出两个字 怀青哥哥 我真的没有打他 是他 纪怀青一手扶着我 一手给我揉着膝盖 目光落在那块磕痕时 声音一沉 萧小姐说是我家小孩打的你 他那么小 懂什么 我小声附和 就是就是 我还是个小学生 哪打得过您啊 我故意学他阴阳怪气 迷你 萧欣气得咬牙切齿 道歉 别让我说第二遍 纪怀青轻声开口 语气中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萧欣挣无果 脸色苍白 忠于低头 声音颤抖 对 对不起 我满意了 纪怀青也将我带离了是非之地 回家的路上 车内静悄悄 我偷偷瞄了纪怀青一眼 发现他正认真看着我 小乖 以后不要说谎 我没对上他的目光 我自是不敢狡辩了 大概是他看到事情经过了 知道了 想想还是不服气 谁让他先惹我的 越想越气 他说我没胸没屁股 像个小学生 纪怀青忍俊不禁 嘴角勾着抹笑意 好像说得也没错 你你你 我竟无法反驳 最后只不服气辩驳一句 我还小呢 嗯 又是什么意思 要是今天你没看到事情经过 他说我欺负他 你会怎么办 我忍不住问他 我会先听你说 我说什么你都会信吗 自然 那你今天还明明知道我没有吃亏 却依旧维护着我 只是想让你知道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 他轻轻叹了口气 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轻声说道 小乖 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与人争执 更不会主动去伤害别人 但处理事情的方式有很多 用暴力和谎言解决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我听着他的话 心里既感动又有些愧疚 我虽然解了一时之气 但回想起来自己的处理方式 确实有些冲动和幼稚 我低下头 小声说道 我知道了叔叔 可是一想到消 心里还是忍不住发酸 叔叔 我讨厌他 你呢 他忍俊不禁 那我也讨厌他 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 叔叔 我喜欢你 我美滋滋想要去抱他 他却提醒我 别闹 又是这样 我摸了摸膝盖的瘀青 虽然还有一点点疼 但想起他包庇我的样子 心里还是甜甜的 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纪怀青开始监督我 每天疯狂学习 叔叔学习好累啊 我抱着砖头后的三年高考 五年模拟 生无可恋 我不想上学了 纪怀青放下手中文件 走到我身边 小乖花钱吃喝玩乐这些事 人人都会 可是除了甜不尽神空虚以外 我们一无所获 学习很累 但你学到的知识 将是你一生的财富 人只有在一种状态下才是成长的 那就是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它总是有一堆大道理 偏偏每次我还无法反驳 好吧 叔叔你说得对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重新翻开书页 埋头苦读 他端来一杯热牛奶 放在书桌休息一下再学 我揉着酸痛的眼睛 沮丧地看着眼前的错题 叔叔 我觉得我好笨 这道题怎么都做不出来 纪怀青轻轻拍了拍我的头 小乖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和耐心 他拿起试卷 认真给我讲题 我主科还不是太差 副科实在是惨不忍睹 每天夜晚他都会陪我一起复习到深夜 我的成绩确实提高了不少 从前连四百分都没上过 最近几次模拟考都上了四百 虽然在别人眼里 这实在是不值一提 但叔叔却告诉我 超越以前的自己就是真正的进步 不过看着自己的成绩节节高 真的有种莫名的成就感 尤其临近高考的这些天 我白天疯狂被考点 晚上回家奋战刷错题 书房里 纪怀青忙着工作 我就坐在他身边学习 彼此没有过多言语 只有他的键盘的敲击声和我写字的沙沙声 休息的时候 我竟然望着他文件上的纪怀青三个字出神 他的字很好看 苍净有力 又不识温润 我学着他的笔记 却怎么也写不好 不知不觉笔记本上已经密密麻麻全是他的名字了 高考终于来临 紧张 期待 不安 各种情绪交织 纪怀青送我到考场外 摸了摸我的头 小乖 别紧张 把每一道题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挑战 我认认真真的做每一道题 哪怕不会 也恭恭整整写个解 考试结束 我飞奔向他 兴奋地给他一个熊抱 叔叔你太牛了 竟然压中了作文 他今天穿了一件纯白色的衬衫 身上隐隐的少年感 路边的骨怀在阳光下头下斑驳的影子 我悄悄拉上他的手指 他低头目光中透出一股无奈 却没有像以前那样严肃训斥我 槐花随风而下 花香吹动着校服 裙脚拂过他的西裤 那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 周围嘈杂的人声与车流声都淡去 高考完没多久 纪怀青的弟弟回了国 如纪爷爷所言 弟弟长得也好看 不过与纪怀青沉稳内敛的气质截然不同 他带着几分浪荡与随性 笑起来倒是阳光灿烂的一家人聚在一起 纪爷爷自是开心的何不拢嘴 小燕 你和夏夏是同龄人 话也多 他刚高考完 你多陪他放松放松 他跟着你哥那个性子的在身边 我都担心小丫头自闭 纪怀燕硬下来 可成绩还没出 我完全没有心情去玩 我平常成绩不好 很焦虑自己会不会连本磕县都过不了 吃完饭 纪父找纪怀青 要谈公司的事情 我一个人在院子里逗猫玩 三个月的小奶猫活泼好动 一不留神 就从怀里溜了出去 我追着他跑 不知何时跑到了纪家老宅 书房门内隐隐传来交谈声 怀青萧家你不满意 还有别的家 总归会有你心仪的结婚对象 你爷爷也是老糊涂了 就念着林家曾经对纪家的一点恩情 把你的婚姻大事给交代出去了 纪怀青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 罢之下挺好的 纪父没有反驳他 我知道 但是他和你年纪差得太多 况且林家已经没人了 你是继承人 你的婚姻一定是要对你有利的 娶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做什么 几邻两家婚事是定下的 不如让夏夏嫁给小燕 两人年龄相当也合适 也不至于让人在背后 说纪家翻脸不认人 纪怀青语气坚定 爸 婚姻不是利益交换的筹码 我的婚事我自己说了算 您不用多费心了 未来三年没有结婚的打算 还有 林之下是人不是物品 不应被随意安排进任何一段关系里 他的人生应该由他自己选择 我站在门外 手指紧攥着衣角 心中酿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 纪怀青这个人很少会表达自己的感情 最多的时候都是在给我讲道理 听着他一句维护自己的话 意外又感动 小猫不知何时已回到脚边蹭着我 似乎在用他独有的方式安慰我 几天后 成绩揭晓 我终于松了口气 486分 比之前的成绩都高很多 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成绩 可以在这个城市选择一个本科学校来读了 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纪怀青那天同我讲的那些话 吃喝玩乐再爽 都比不过此刻的成就感 忽然之间有点后悔 以前没有认真学习了 或许我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纪怀青仿佛能洞察我心中的每一个细微波动 他安慰我 小乖 成绩不能代表一切 已经很棒了 我突然间又很好奇 你当年高考了多少分呢 他笑笑 跟你差不多 到底是多少啊 我穷追不舍 686分 我脸上的笑瞬间凝结 是差不多 一对比 我就宛如智障了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安慰我 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你还年轻 还有无限的可能 知道了叔叔 纪叔叔讲起道理来 整个人都犯着负性光辉 出完分数 我开始专心研究志愿 叔叔 本市的这几所学校 我应该可以去 我将我的志愿单递给他看 没想到他却跟我说 小乖 你的成绩在国内读不了太好的学校 同样的成绩 可以申请国外很多排名不错的学校 说着他递给我一达厚厚的材料 这几个学校都申请通过了 你看看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国家或者专业 我不可置信地抬头看向他 声音里带着颤抖 你 你不想让我待在你身边 你要把我送走 他轻叹一口气 同我解释 你的成绩足够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 你这些年一直读国际班 语言也不错 并且国外的学校毕业后 申请硕士也相对简单很多 他说的 我不是不明白 班上很多同学毕业后都选择出国读书 可是他不是不知道 我想留在他身边 所以 你早早便为我铺好了路 说什么 我现在年纪小 高考完以后再说 你就是一直在骗我 早就计划好了 要将我送出去是吗 我情绪突然失控 质问他 他脸色微微一变 走到我面前 小乖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多的选择机会 最终的决策全在你 我强忍着泪水 可你明知道 我喜欢你 他微微一正 打断了我的话 小乖 你以为的喜欢是什么 我直直望着他的眼睛 倔强回道 喜欢就是要在一起 而不是把对方推出去 可他却跟我说 为了那份所谓的喜欢 去放弃自己的虔诚 是最愚蠢的行为 是我蠢 我没有你聪明 讲道理 我也讲不过你 我赌气地转身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纪怀清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一直把我当小孩子 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是啊 他从来没有表现出过对我的好感 与自己父亲的谈话 他不过也就说了句之下挺好的 是自己一直在倒贴 他沉默了片刻 最终缓缓开口 小乖 你才十八岁 我希望你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遇到更优秀的人 到那时候 或许你会发现 世界比你想象得更加精彩 或许也会发现 自己对某个人的感情 才是真正的喜欢 而非感激或依赖 我听着他的话 既不干又委屈 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 我静静看着他 苦笑一声 一句我喜欢你 有那么难说出口吗 我走就是了 不会再缠着你 他想说什么 我不想再听了 抬脚走了出去 心情憋们地难受 纪怀燕和这个刚归队的刘子 开始了报复性吃喝玩乐 看我一天天跟双打的茄子一样 便喊我一起嗨起来 酒吧的灯光摇曳 音乐震耳欲聋 怎么了 小夏夏 我哥欺负你了 我望着桌上色彩斑斓的鸡尾酒 纪怀燕 要不咱俩在一起吧 最起码 他长得还不错 纪怀燕一愣 就从嘴里喷了出来 你 你开什么玩笑 我不喜欢你 我心情瞬间更郁闷了 我有那么差吗 他胡乱擦了擦嘴 不是我不喜欢年纪小的 你们兄弟俩简直有毛病 不都说那男人都喜欢十八的吗 从前还纠结选哥哥还是弟弟 现在不用了 人家都看不上我 我端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 从前纪怀青不准我来这种地方 更不让我喝酒 现在管不着我了 可太好了 我吸了吸鼻子 又喝了一杯 那酒看着漂亮 喝起来甜丝丝 人却晕乎乎 只听纪怀燕接了个电话 纪怀青的声音压制不住的怒气 谁让你带他去酒吧的 我看你零花钱是不想要了 我听着熟悉的声音 心里五味杂沉 酒精的作用让我胆子大了不少 我抢过纪怀燕的手机 对着那头大声喊道 不用你管 我成年了 想干嘛干嘛 说完 我猛地挂断电话 将手机甩回桌上 纪怀燕一脸愕然地看着我 小夏夏 你他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你保重吧 不知过了多久 当我踉跄地起身时 看到了站在我面前的纪怀青 只是脱下外套 踢在我身上 不由分说 将我带了出去 一路上 我不断挣扎 不断哭着骂他 他一言不发 开着车将我带回家 他就眼睁睁看着又哭又闹 我发泄累了 还是觉得很难受 你不喜欢我还要管着我 他抬手失去我脸上的泪痕 叹了口气 没有不喜欢 我文言一愣 却还是赌气地别过头去 不愿相信他的话 那你亲我一下 他愣在那里没有动 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 喜欢一个人 是想要与对方亲近的 从前到现在面对我的主动 他向来都是避之不及的 我久经上头 不知何时睡着的 当然也不知道 那一夜 他在我额头地轻轻一吻 我主动去找了季爷爷 说明自己对季家两兄弟 只当哥哥一般 他有些惋惜 直言做不成孙媳妇 就做他的孙女 他给我介绍更好的 出发那天 季怀青去机场送我 我一路没有理他 进入后机室前 他轻声喊了我一声小乖 我转头看着他 目光里是我独不懂的情绪 我强忍住鼻尖的酸涩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季先生 感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 给您添麻烦了 机场人潮涌动 广播声响起 他好像说了什么 我没有听到 十多个小时的国际航班 坐得浑身难受 踏入陌生的环境 一个人还要面对接下来各种事情 瞬间有点无所适从 只是刚一下飞机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大小姐你好 我是季先生给您安排的管家 您现在取完行李了吗 我在出口这边等您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一个大叔朝我招手 大小姐 我先带您去住的地方 您安顿好了 我再带您去学校报到 他力所地接过我的行李 又熟练地去开车 先生说您 应该吃不惯这边的饭菜 家里还有个保姆 会定时来做饭和打扫卫生 您在这边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 原来他都替我安排好了 原本以为出了国 就是彻底离开他 没想到他竟如此细致地 为我安排好了这一切 接下来的日子 我逐渐适应了新环境 如他所言 我建设了更广阔的世界 也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 每天忙碌且充实 不用他的督促 也会自觉地去学习了 我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他也没有联系我 直到半年后的一个夜晚 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小乖 最近怎么样 你又不是不知道 简直明知故问 陈管家不知道多少次被我逮到 给他打电话 连我每天吃了什么都要汇报给他 电话那头的人轻轻笑出了声 我想听你自己说 我轻哼一声 好的很 这边帅哥特别多 我准备挑一个谈恋爱 他竟然轻轻嗡了一声 突然问我 小乖 你那里今天有月亮吗 月亮 我拉开窗帘 只见一轮高悬于夜空的明月 嗯 我轻声回他 心中莫名泛起一丝涟漪 我知道 此刻地球的另一端 他一定也在看着月亮 他轻声笑了笑 今晚的夜色很美 是很美 天涯共此时 突然感觉 他离我并没有那么远 安静了几分钟 电话那头传来了他的声音 明天有雨 盖好被子别着凉 我闷闷回 知道了 沉默了许久 电话那头又传来他的声音 那个男生好吗 好 这里都很好 可惜没有你 那些人也不错 可惜不是你 他说 希望我认识更多的人 也许会明白 感激和依赖并不是爱情学校的追求者 并不少祖国的留学生 金发碧眼的当地小哥哥也不是没有想过去尝试一段恋情 可能文化使然 我招架不住过度的热情 校园里情侣比比皆是 一言不合就亲吻 甚至是更加亲密地接触 我望着笔记本里密密麻麻他的名字 忍不住感慨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正经的人 穿着校服坐他腿上喊爹地 竟然能给我推开 借过毒霸 他第一年的假期我没有回国 约了几个朋友去瑞士滑雪 他很官方地祝我玩得开心 为我交到新朋友感到高兴 而后照就又是一句 最近怎么样 我照就告诉他 好得很 最近每天都能遇到两个黑帮火拼 刚开始很怕 后来得知他们不会动 留学生就经常蹲在一旁啃着汉堡一边观战 后来几个大哥还问我观后感 我还很热心地教了他们几招中国功夫 他们瞪大了眼 不可思议说我是暴力萝莉 纪怀青听完久久没有作声 最后告诉我一句 少吃垃圾食品 结果第二天 我的身边多了两个人 高马大的保镖 第二年的圣诞 我依旧没有回国 国内没有什么牵挂的 只有一个人 却是尴尬的关系 程飞宇不知发什么疯 从国内飞了过来 美其名曰体验异国风情 要我当导游 弥补我对他的亏欠 当年他问我上哪的大学 我告诉他在当地 结果他报了国内的学校 我跑到了国外 也算我坑了他 后来他说不介意一国恋 我和他坦白了我与纪怀青的事 他无比震惊 吓吓 他比你大十岁 你二十岁的时候 他都三十了 我不解 那怎么了 该担心的不是他吗 他挠了挠头 好像也对啊 又有点想不通 你恋父喜欢年纪这么大的 说不清什么原因 我只记得爸爸的葬礼上他将我接回家 他个子很高 整个人冷冷的 一副生人物尽的强大气场 我怯声声喊了他生叔叔 那时心情抑郁 每天就呆呆望着窗外 他便静静陪着我 直到某个雷雨交加的雨夜 我突然就哭了出来 叔叔 我没有家了 他蹲下身子 轻轻拍着我的背 对我说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他将我照顾得很好 也教会我很多道理 我感激他 也依赖他 也很喜欢他 哪怕如今分别近两年 我不再依赖于他 却还总是想他 圣诞飘雪时 他打来了电话 嗓子怎么哑了 上火 近期不要吃辣的了 一通官方问候后 我直言 陈飞宇来找我了 叔叔 我觉得他很好 想试一试 他文言没有什么反应 支了一声 给陈飞宇当了几天导游后 我泪够呛 直接给他扔到了酒店 没多久 他便开始夺命连环电话铃之下 这都是些什么破玩意 你赶紧来救救我 结果我刚到酒店没多久 门突然被踹开 纪怀青站在门口 眼里好像带着杀意 我们两个偷吃的人 瞬间傻了 成飞宇高举双手 叔叔 我们就是在吃火锅 我下意识 就是把自热火锅藏起来 你 你怎么来了 他猝着眉 看着屋里的一片狼藉 太晚了 回家一年多未见 他好像有点瘦了 依旧是深邃的眉眼 清冷的气质 一身黑色的风衣 夹杂着窗外的风雪气息 我望着他 突然不知说些什么 还不走 他眼睛直直盯着我 我鬼使神差 就这么听话跟他走了 直到打开家门时 我才反应过来 我为什么要这么听他的话 为什么要怕他 不过就偷吃个火锅而已 我都二十了 他早就不是自己的监护人了 越想越不对劲 我转头就要走 我要回去 他伸手拉住了我的手腕 回哪 我气呼呼地回答 回酒店 程飞宇还在等我 说好要和他试一试的 他目光一顿 声音阴沉 是什么 什么都是一变 毕竟我们年轻人 身体好像某些人都三十岁了 我没好气瞥他一眼 老男人真是一点都不老 颜值抗打得很 季叔叔能不能放开我 我男朋友要等极了 我试图甩开他胳膊 没想到他一个用力 将我整个人扯进怀里 然后低头按着我就亲了上来 我完全没有防备 他吻得又急又凶 一点也不温柔 我整个人都傻掉了 他低头看着我战红的脸 滴滴笑了一声 小乖呼吸 我如梦初醒 心里吐蕃蜀肩 叫我深呼几口气 平复心情 假装自己很平静 这位叔叔 你越界了 你这种行为叫小三是不道德的 请放开我男朋友还在等我呢 他被气笑了 赶去就去 长大了不听叔叔话了 对呀 长大了我故意挺了挺胸脯 他目光一热又亲了上来 这次手都开始不安分 我有点震惊 这还是那个一本正经的纪叔叔吗 纪怀青 你吃醋了 嗯 你也喜欢我的对不对 他忽然停了下来 我有点猛分 怎么不亲了 他声音有点哑 再亲下去就忍不住了 忍不住什么 我追问 他在我耳边 无奈低笑一声 吃了你 转头去了卫生间 好久才出来 刚刚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 我站在床头质问他 他揉了揉眉心 有些无奈 当然喜欢 那你还当然 无论我怎么追问 他都不肯说 还把我送出了国 当年你年纪太小 很容易将对一个人的欣赏和依赖 误认为爱情 我不能自私地将你圈在身边 我希望你是自由的 更希望你在好好看过这个世界 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后 却发现自己内心真正地想要什么 小乖 我喜欢你 但不能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情感需求 去束缚你的未来 你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 我正正地望着他 听着他的话 心仿佛被什么重重激了一下 当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送我出国 更不明白 喜欢这两个字 为什么那么难说出口 他说了一堆大道理 我单纯认为他是在找借口 在我的认知里 喜欢就是要说出口的 喜欢就是要在一起的 如今渐渐明白了 原来克制也是一种喜欢 他的喜欢远比我的更深沉 更成熟 更拿得出手 我紧紧地抱着他 听着他坚实有力的心跳 这还是第一次我们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 默契的是两个人都没有睡着 叔叔我能看一下吗 我没看过 不行 那我摸一下行吗 不行哦 突然就又震惊起来了 你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呀 他呼吸一滞流 抓住我的手直接向下 直接用身体给出了我答案 小乖 别对男人用激将法 我手好烫 叔叔我二十岁了 可以了 不行 为什么他将我搬正身子 认真看着我 小乖 假如你在国内读大学 可能那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了 每天黏在一起 自然有忍不住的时候 但男女在一起发生关系 吃亏的大多是女孩 如果意外怀孕怎么办 是让你带着肚子上学 还是去流产 十八九岁的年纪 你还什么都不懂 我不能去利用你这份无知 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原来他考虑的近这么多 这些年他给我空间让我成长 又在我背后 默默在关注着我 保护着我 留学第三年 我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这一年有人的到访越来越频繁 这年的圣诞 我通过国内媒体看到了关于他的访谈 主持人好奇 问他的婚姻规划 他笑笑称 年纪不小了 确实该结婚了 新闻发出 媒体纷纷猜测结婚对象 对方无疑不和他门当户对 年龄相当 很是般配 八卦新闻真真假假 不过他年过三十 确实早已到了成家的年纪 如当年他父亲所言 他是继承人 找一个对自己事业有助益的妻子 才是正选 豪门之间强强联合 才是利益最大化 我们之间无论怎么看都不合适 唯有一份单纯的喜欢 能抵得过真金白银的利益吗 我有些想不明白 朋友见我心情不好 叫我出去放松一下 我最喜欢的明星在隔壁的城市有演出 大学第一次逃课 一路上心情忐忑又紧张 现场人声鼎沸 尖叫连连 瞬间所有的烦恼抛诸脑后 演出结束 几人去当地的一个酒吧放纵舞 跳得正嗨时 手机嗡嗡震个不停 下课了吗 电话那头传来茶岗的声音 我深吸一口气 保持镇静 嗯 刚刚下课 他轻笑一声 乖 回头 我胡已转过头 瞬间呆住了 纪怀青怎么过来了 还没反应过来时 整个人就被他拎了出去 当酒店的门重重关上时 我才反应过来 他好像真的生气了 叔叔 我错了 他轻轻嗡了一声 目光落在我的短裙上 那犯错的小孩 是不是要惩罚呢 我吓得连连摇头 呜呜 不要 我再也不说谎了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刚刚怎么跳的 再跳一遍 不要 他声音严肃又低沉 不听话是吗 说着手 往我屁股上来了一下 呜呜呜 我再也不逃课了 叔叔叫什么 季怀青 老公 Daddy 他慢条丝里 解着扣子 宽厚的手掌 抚上我的后腰 目光清冷 危险 小乖自己坐上来 事业灯光摇曳 他哑着嗓子 一遍遍问我 谁是爹地的宝贝 他脱了衣服 简直不是人 三十岁的老男人 可太吓人了 呜呜 我都知道错了 我还不是看了你的新闻 不开心吗 我以前从来都没逃过客的 他满足后 抱着我的脸 亲个没完 亲不够一样 新闻都是假的 你别乱想 可是你爸爸说过 你要娶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小乖 这些事交给我 你想一些自己该想的 什么是我该想的 想喜欢什么样的珠宝 什么样的婚纱 什么风格的婚礼 才是正式毕业典礼 那天 他就在不远处静静看着我 一如当年他站在高考的门外等我 他像伴侣 更像我人生的导师 遥遥相望 他好像在说 我的小女孩长大了 我像十八岁时一样 教完答卷 迫不及待奔向他 我抱着他 从他身上总是能找到安心的感觉 无名纸上的钻戒 在阳光下折射出璀璨的火彩 他低头笑得温柔 小乖 毕业先结个婚行吗 毕竟叔叔不年轻了 我故意打趣他 哦 也对 叔叔不年轻了 是不是该考虑生宝宝呀 听说质量会越来越差 他目光一沉 提醒我 小乖 不要自讨苦吃 孩子的事情不急 你还年轻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可以继续学业 国内国外都可以 他说 我希望我的女孩永远自由 热烈